当当蔡英文就是定调台湾防疫策略将以减灾为目标 而非追求全面清零 不过专家担心要达到减灾的关键就是抗病毒药要足够 不过目前2300万人只有两三万的药量 平均每1000人才可以分到一份药物 医师也直言这个比例要减灾的话可能很难达标 医师认为至少要背起总人口数5%的药量 也就是大约100万人份才足够 国内疫情加速升温 总统蔡英文喊出台湾将不再追求全面清零 而是走向减灾防疫策略一届普遍认同 不过以目前国内的抗病毒药物储备量来看 专家直言要减灾恐怕很难达标 这个是正确的方向 也是全世界目前都在走的方向 其实要准备相当多的药物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药物是要配到全省去的 我们目前的药量大概顶多不到两万人份 所以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这个是我们必须去努力的 根据指挥中心数字 目前国内抗病毒药物包括瑞德西伟 在内约有2.3万人份 以2300万人口推估 平均每1000人才能分到一份 药物明显不足 医师认为至少要背起总人口数的5%药量 也就是约100万人份才够 另外想要达到减灾目标 还要做到快速诊断 三剂疫苗也得打好打满 打疫苗被逐药物提高诊断效率 基本功都做好减灾防疫才有办法落实 记者最后报道